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学到了 这个函数的声明以及使用 也了解了一下函数的执行原理 那接着我们再往下来看 之前我们声明的函数呢 或者封装的函数都没有参数 那当我们想有参数的时候 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在我们的函数中 参数分为两种 一种呢行参 一种是食参 那行参呢是定义函数是声明的参数 在行参中又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必选参数 第二种呢就是可选参数 首先呢必选参数呢 调用函数的时候必须要传参 而可选参数呢 就证明这个参数有默认值 当你调用函数的时候 如果你不给我传参的话 这时候我会使用我的默认值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再看食参 那食参呢也就是我们调用函数时 实际传入的一个参数 有了参数之后 我们的函数的功能就多样化了 那首先来看一下 还拿我们创建表格为例 举个简单的例子先 写上一个F1C4 第五个了 现在创建一个表格 当然你可以先 echo一个table 来的样式 1宽度 80% 其他的就不给了 再 echo一个斜线的table 要创建一个三行三列的 你可以使用循环 4$i等于1$i小于等于3$i加加 echo一个TR外层循环控制行 接着再来一个 4$z等于1$z小于等于3$z加加 echo一个Tdx斜线Td 接着再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bjcolor写成一个粉色 那现在看到 这样一个三行三列的表格 就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封起来 先看一下 有了 有了之后呢 想把它封装成函数呢 只用写成一个function createtable 接着把这些代码当作的函数体 格式化一下 好 格式化完事之后 你想看到它的时候呢 直接调用一下 这是我们会的 三行三列的表格就有了 那现在我要求变了 我要求你创建一个 两行五列的表格 那你发现 是不是只有行和列在变 其他的没有变呀 对吧 当然你说我可以再来 生命一个函数 创建一个两行五列的 可以 那现在呢 我感觉很麻烦 有了参数之后 就简单了 那首先你发现这个sum 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变量 ro 列呢 写成一个call roscos都可以 接着你用到它的时候呢 dollsros等一个3 dollscos等一个3 这样的效果 和你刚才效果一样 好 三行三列的 但是呢 当我要求变的时候 这时候 第一次是死的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你发现我的行和列变了 那其实只是改了一下 这个ros和cos的值 那现在呢 当你想改的时候 或者说你想告诉我 创建一个几行几列表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用参数的形式 你把它删掉 不能说每次就是三行三列的 但是呢 你保存的时候 发现报的 这个ros和cos没有给值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参数中 在这个括号中 来写上这样的形式 你用到了这两个变量 那我可以在参数中传给你 这是告诉我 你必须要告诉我 创建一个几行几列的表格 那这样写的参数呢 代表必选参数 必选参数 那接着你在调用的时候 当几行几元 当有必选参数了 调用的时候就一定要传参 如果你不传的话 你来看一下 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爆这样 警告 jede 字幕 两件 一 не 复给这个参数中的第一个 他们两个是一对应的 二复给了这个rose 那五呢就复给了这个rose 接着你看到会创建一个 两行五列粉色的标格 同样的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create table1 接着写一个dollsrose 我要创建一个四行 rose三列的那现在四行三列的表格 就已经成功了 这是必选参数 在调用的时候一定要给 那接着再来看 我说默认的我想创建一个粉色的 接着你也可以改变我的颜色 你给我一个颜色呢 我就告诉你创建按照你给的颜色 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这时候你再发现 这个pink就不一定总是pink了吧 对吧 你可以写成一个dollsabg color 默认是粉色 那现在你就可以把它 拿到我们的这个参数中 dollsbg color等一个pink 默认值 那这种形式呢就代表可选参数 那有可选参数的时候 我第一次调用 你看到我没有穿 第二次调用 我也没有穿这个颜色 那默认的就会使用我的默认值 pink 那接着我想改变一下表格的颜色 这时候我就可以传第三个参数 create table 一 第三个参数 写成一个红色的表格 当你传第三个参数的时候 它会附给我们的这个pink 替代了这个值 那接着你会看到一个四行三列 红色的表格就已经有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函数既有必选又有可选的时候 函数参数中 既有必选参数 又有可选参数 必选参数一定要在前面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是我们的可选参数和必选参数 那接下来再来做一个 我想让你截取一个文件的扩展名 给你一个文件 dollarsfile name 等一个 1.txt.html.jpg 这时候我想得到它的扩展名 你应该可以通过好多种形式来取 那就可以应用一下我们学过的函数 那这个字符串 可以一点来拆分 xplode一点来拆分一下这个字符串 拆分之后形成的是一个数组 那现在你是不是要取出数组的最后一部分 你可以通过n的函数来取一下 通过指针函数 dollarsfile name 接着呢 你再写成一个str to lower 得到了我这个扩展名 把它转换成小写 先看一下是否可以取出来 这是平时我们怎么写就怎么写的 你看到 jpg已经有了 证明截取出了这个扩展名 那现在呢 当我要再截取扩展名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段代码再写一遍 对吧 那我可以把它封装成函数 以后想截取扩展名的时候 我就直接来用了 写成一个function getxt 写完之后我不想输出这个扩展名 我想拿到它 这时候想得到 可以通过return来返回一下这个扩展名 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写完之后 简单的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完之后 那现在一掉这个函数 你会得到什么呀 对 jpg 但这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吗 是不是应该是你给我一个文件 我给你返回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你看到 一定要用 那返回放到这 你想看到这个值 你要输出一下 好 jpg 这样的效果 那但是呢 这一块不能是死的 你把它除掉 接着你又用到了这个file name 你需要在这个函数体中 来在这个函数的参数中 来传这样一个必选参数 是你给我一个文件名 我给你返回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等一个1.txt 那这时候呢 会返回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得到文件扩展名 又来应用了一下这个参数 记住 在封装函数的时候 平时怎么写 我们就怎么写 写完之后呢 看到了用到哪些变量 可以把它放到参数中 根据具体的情况 你可以使用之必选参数 还是可选参数 接着这个函数 封装完毕之后 选中整个函数体 Ctrl Shift加J 给这个函数 来添加一个注释 Stream的file name 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截取文件扩展名的 通过谁来加注释呢 通过Ctrl Shift加一个J 来添加一个注释 那这时候我们又封装了一个函数 得到文件扩展名的 那再往下 再带着大家来封装一个什么呢 我想得到一个 指定日期时间的一个格式 假如说2014年 默认的形式是这样 12月7日 接着写成一个星期 3 那现在呢 默认的样子 要给我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你也可以来改变我的分割符 可以2014斜线 12月7日 接着写成一个星期三 这样的效果 那也就是这个分割符呢 不一定就是年月日 但是默认是年月日 默认的形式 搞清楚你要完成的功能之后 就可以在这来写了 那之前呢 我们也实现过这种样子 但是呢 在这再交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形式 写成一个dollar字 首先需要得到一下 当前是一周内的第多少天 通过data函数传一个w 得到之后呢 它返回的是不是 0到6之间的一个数字啊 我们只用把这个0到6 换成星期日到星期六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我们 strreplace的形式来进行替换 那这是要替换的次负创 首先你要搜索哪些内容呢 0到6是不是有多个值啊 那我就可以使用数组的形式 0123456 把它替换成谁呢 replace替换成一一对应的日中文的一中文的二三四五六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替换之后呢 你再echo一下 当前是星期日 应该出现一个日 不认识呢 来个heider 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日有了 有了日之后 你想形成刚才这种形式呢 就换一下写成一个dollar state等于它 接着echo一个data的y dollsdl1 默认的是年mdl2 分割幅ddl3 接着再拼上一个星期几 点上一个星期 再点上一个dollsd 这样的形式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20141207 那接着用到了这三个呢 默认的我说了 dl1是年 dl2是月 dl3是日 好 你看一下得到的效果 2014年12月7日 这是我们直接输出的 平时这么写 你想把它封装成函数呢 只用写成一个function getdatestr 画过号 接着想得到这个值呢 直接return一下就可以 接着选中它们格式化一下 这个数组呢 它把你立起来 没关系 格式化完之后呢 你来看 这三项能一定就是年月日吗 对吧 我们说默认的是年月日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放到我们的函数中 参数中 当做可选参数 等一个年 dl2 月 dl3 12日 默认的是这三个 那接着呢 我也可以来改 首先你先看一下 当我们的默认参数 我都不传的时候 第一次调用都不传 会使用我们的默认参数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想改变一下分割符 你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echo一个getdatestr 第一个呢 用杠 逗号 第二个也是杠 那第三个我不用 我就可以不传 传一个空 第三个我不想要 那现在形成的形式是 2014-12-07 星期日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 也可以 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这是对于参数的一个应用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是 自己来封装一个 产生表格的 默认产生三行 四列的一个表格 颜色是一个粉色 默认的内容呢 也是一个x 那接着呢 你可以来改变我们的这个参数 来创建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格 那第二个小练习呢 大家需要通过五种不同的方式来截取我们的文件的扩展名 这是第二个作业 那接着再往下 再把这个得到这种日期时间的形式 大家也要练习一下 那之前呢 我们是通过 if else if 或者switch case来实现的 那这时候呢 又交给大家一个新的 有了这个strep list之后 就更好用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三个小练习 要做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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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